再来看到在新北市有这样的案例 有一名妇人因为她的儿子求职遭到诈骗 她很担心会不会留下一些记录 所以她放下了工作办起了侦探 搜集资料还拍下了监视器 公布歹徒的画面 这个看到最新话马上连线给记者杨荣 主播画面中这名川条文上映的就是骗钱的男子 立民赖先生就是他之前上人力银行 想要求职找工作 没想到却被诈骗警团给账骗 赖妈妈担心她儿子会留下前科记录 因此她特地花了三天的时间 放下手边的工作办起侦探 说上网查阅相关资料 还依照网友指示向银行跟公司 调阅歹徒的通联记录 更自拍了间隙画面 公布歹徒的画面 让我们听赖妈妈的说法 8月15号的时候接到银行 说我儿子是人头账户 警示账户的时候 我就上网去找资料了 后来才发现这件事很严重 我就开始去找资料了 去路口啊什么之类的资料 找什么资料 找些什么资料 像接知系统啊 或者是一些通年记录啊 还是录影带之类的 就是尽量帮他啦 帮他澄清啦 好当时这个诈骗男子的打电话 向赖先生宣称 他是八大行业想要聘请司机 日薪2500元 那赖先生呢 没想到就因此被骗走 两张庭宽抗害存款簿 还有驾照的银本 那事后发掘呢 向银行挂失 不过呢 因为诈骗警团 已经洗钱领走了部分的款项喔 那赖先生的账户呢 也被列为警示的账户 成为了诈骗的嫌疑犯 那赖妈妈呢 为了不让儿子的人生留下污点 因此呢 上网搜取相关的案例 然后调阅监视机画面 终于抓到这个歹徒的画面 然后公布给己方 希望不要再有人在受骗上当了 以上像这状况 将镜头交给棚内 好可以看到 这母亲呢 真的为了儿子啊 付出很多 居然呢 还翻拍监视机画面呢 希望呢 这是证明诈骗 他儿子的这个嫌犯呢 能够赶快被逮捕